为在台中市三明路上的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到今年创校已经100年 中科大的商业设计学系也成立了40年 为了要展现师生们的创意能量 帮助毕业生取得就业优势 商业设计系2019年12月14号宣布设立青年创业基地 邀请许多事业有成的系友回娘家 分享成功的创业经验 中科大校长谢俊鸿说 配合教育部推广创意、创新、创业的三创政策 中科大要成为学术单位的领头羊 我们商设计成立是67年成立 到现在刚好40年 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开支善业的一个设计学院 设计系 那他的今天来40年后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创意基地 我想也符合台湾的高教的科技大学的需要 中科大商业设计系主任洪奇生也说 设立青年创业基地 就是希望在教学当中 能加入美学设计的优雅理念 跳脱传统学科教学 集合业界跟稀有的力量 提供创业技术、资金跟资讯服务的资源 打造一个能够业业结盟、品牌管理、文创设计的创业平台 就是C-Cube的中科大青年创业基地 这样一个开幕的典礼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以前的校友的资源 也把它串接回来 让我们在校的学生能够有创业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那在学校里面就能够有这个创业的相关的教育 或者是态度的一个培训 其实中科大商业设计系 是全台湾最早设立的商设系 40多年来培育了国内外许多杰出的人才 在青创基地内就有很多优良设计产品的展示 也进驻了多组优秀的设计团队 系主任洪奇生强调 未来还要提升商设系软硬体的教学设施 培养更多企业精英 推动台湾经济跟社会发展 再创中科大另一个百年的风华岁月 记者陈文旭 肖友金台中报导 怎么头发是药包的 区别人都这么多企业 最优手的学家 也许多企业 学校亚 再次介绍 都给我的手 那么挺好 过来